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中文频道 和小夕一起学习最实用最地道的中文 中国人会在节日或者是生日结婚 这样的特殊日子里 向对方送上自己的祝福 所以呢今天小夕想要教大家一些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常用的祝福语 如果听不懂我的中文 别忘了打开下面的字幕开关哦 首先是春节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在春节的时候呢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第二个最经常送祝福的场景就是 生日 对生日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当然只用说生日快乐其实就够了 但是如果想说的更具体一些 还可以用下面的这些句子 比如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永远年轻 永远年轻 好接下来就是别人结婚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祝福语 首先我们可以说 新婚愉快 新婚愉快 或者是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通常还有这些祝福语非常适合 在结婚的场合说 比如 百年好和 百年好和 长长久久 长长久久 早生贵子 早生贵子 刚才这些结婚的祝福语 不仅可以用口头表达出来 也可以在给新郎新娘送红包的时候 写在红包的后面 好那继续刚才的话题 比如朋友结婚了 一年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孩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祝贺喜得贵子 祝贺喜得贵子 如果刚出生的小孩子是女生的话 也可以说 祝贺喜得千金 祝贺喜得千金 刚才这种说法呢 可能比较正式 当然也有更随意一点的说法 比如 祝宝宝健康成长 祝宝宝健康成长 下面一种呢 是比较商业的情境 比如 朋友开了一家新店 或者是 有一家公司开张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祝生意兴隆 祝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财源广进 好那最后一种情境呢 就是比如朋友 要去很远的地方 或者是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对他说 祝一路顺丰 祝一路顺丰 或者是 祝你一路平安 祝你一路平安 好了 今天的祝福语 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学会的话 别忘记给我按一个赞哟 我是小夕 如果你想学会 课本里没有的 更地道 更实用的中文 别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那好了 中文学习 一起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